你看光是諸法禪信 諸位學三十寿 那可能三十分鐘就講完 一他其是因言法 嚴誠實是真辱 那麼片心是妄想 這三個講完了 一個因言法 一個我空法空的真理 第三個就是妄想 那麼三個關心是什麼呢 非一非不一 就講完了 三個的個別關係 相互關係 三十分鐘講完 但是我們看這個所知想 我們講了好幾堂課 不同的角度 來分析三個之間的差別跟相互關係 所以說這個社論 它等於是一個唯嗜學的角度來開展 大乘的佛法修學概要 從你剛開始如何去判定生命的真相妄想 然後如何從妄想中跳脫出來 反妄歸真 從嚴真窮妄到反妄歸真 它一個很明顯的一個道次比 我們現在都還講理論 但後面它講到戒定慧 講到十波羅蜜 菩薩如何修十波羅蜜 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 遇到障礙怎麼突破 那麼它後面講得很詳細 等於是一個大乘佛法的菩利道次第廣問 所以這個唯嗜的道次第 我們應該先學白法 再學八十歸十頌 再學三十頌 那麼這個維持學概要 是我自己根據這個三十頌 把它變出來 其實後來我們不流通了 就是根據這個三十頌就可以了 好 第二個問題 有記事成根常柱的師父說 他一入地就像軟骨弓一樣 整個人趴在地上 而這位常駐師父也親眼看到 他入定的時候真的趴在地上 那麼莫學感到奇怪 也沒有聽過這樣的入定法 請法師開始 我也沒有看到有人入定趴在地上 當然這個入定的知識很多 理論上來說 行住做過都可以入定了 但是基本定義就是 他的心是不是心一盡心 你說他躺在地上睡覺 你也不能說他是不是入定 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很難判定 他是不是寫過義加速 他就是趴在地上 不過 不過我們這樣正常的規矩 剛開始初學者入定 自己坐姿最正常 所以那個小子官說 休息子官做產法要 為什麼智者大師要按理坐產 他自己解釋說 理論上來說 行住坐過都可以入定 但初學者 你坐姿最適合 因為你站 站在那邊走來走去 你容易煽動 躺在床上一下子睡著 那麼如果他是老餐的話 趴在地上也可以入定 那這個人是 功很高 他既然趴在地上不會睡著 不過這個我們很難從他的知識 看看他是怎麼入定 也從內心上判定 有居士曾問第三王菩薩 為何有戴五方帽的 也有獻彼丘相的 這兩種菩薩所表的法有所不同 那當然不同 那麼他獻彼丘相 那是一種偏重致力的 出禮的 菩薩呢 為了要弘傳不同的法 他獻不同的相 那表示不同的功德 那麼這個五方帽 偏重在立他 大輩 色受這些苦惱眾生 地上王菩薩在菩薩所扮演的角色 他比較喜歡度化一些 三二道的眾生 所以你看放大蒙山 三十系列 只要是超度三二道的 都是以地上王菩薩當本陣 這個地方 所以他獻五方帽的話 是偏重在大悲的功德 但他獻彼丘相 是偏重他自己的親近 他雖然大悲 但是他 猶如蓮花不著水 亦如日夜不著功 他還是親近 三 請問癌症的病患 寧命中的時候打止痛症 而睡去 而昏睡去 命中註念 可往生極樂世界嗎 如果他昏睡的話就不好 這個阿賴也是啊 我們寧命中的時候啊 有兩種因緣 第一個是隨夜往生 第二個是隨念往生 正常人是隨夜往生 就是他第六意識開始昏昧 那麼就由阿賴也是的業力來主導 就是隨夜流轉 他是善業或者醉業去流轉 但是淨土中的話不能夠隨夜流轉 要隨念 就是你臨命中的時候 你第六意識不能昏昧 因為你要用第六意識的正念 跟彌陀感應道教 往生淨土 所以你如果在臨命中的時候 第六意識昏昧 那是非常不吉祥 就是你失去的 以練力來主導業力的機會 那你第六意識昏昧 那你一定是隨夜往生 除非你敬業成就 那歷代的祖師敬業成就 他不必靠臨終的正念 他這個樹永遠是往西方倒 他不管是車禍死亡 什麼死亡都往生淨土 那這種人很少 大部分人的往生都是隨夜往生 都必須要靠臨終的時候 不斷地意念彌陀的功德 跟彌陀感應道教而去的 所以如果臨命中的時候昏睡 這個對往生淨土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因為你跟他開示什麼他聽不到 你跟他念佛他也聽不到 那麼他心中呢 只活在自己一種 非常微細的昏昧妄想當中 那麼這個時候他的生命 是由阿拉雷也識的善樂業來主導 不是由第六意識的正念來主導 那恐怕是不能往生 你只要看到一個人 靈命中的時候一直混睡 這個人應該是不能往生的 往生的標準 靈終要正念分明 不管他造了多大的善業 所以也就是一樣 靈終一定要正念分明 那麼這個地方是一個關鍵點 好 我們講到這裡 好 像下文長 復在來日 回向 我們講 色大成論 和尚禮 慈悲 各位法師 各位七師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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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佛教在指觀當中的修學 因為修行人他的因地的花心的不同 那麼大致上我們是有兩種的差別 那麼一種呢 是以初離心為根本的小乘的指觀 那麼第二種是以菩提心為根本的大乘指觀 那麼小乘的指觀呢 因為他的宗旨是要去遠離這個五印的果報 所以他的一個所關鍵 是針對這個五印來觀修 不盡苦無常無我 那麼透過這樣的觀察呢 使令我們內心當中 對五印的愛著心慢慢的消滅 那麼最後去向到天空涅槃 所以小乘的觀法 他的一個所關鍵啊 是我們的五印的身心 那麼大乘佛法的觀修止觀 他的一個宗旨是追求無上菩提 也就是說他所追求的是一種萬德莊嚴的無上菩提 所以他的所關鍵就不是一個 錶程上的五印 而是五印的根源 所謂的現前一念心性 那麼透過這個對心性的觀察 把這個雜然的五印消滅 而轉成親近的五印 所謂的萬德莊嚴 所以這個偶一大師說啊 能觀心性 則記住一切佛法 所以大乘佛法 不管你今天遇到什麼樣的人事陰影 它是回光返照我們這個明瞭的心性 那麼應該怎麼去觀察呢 那在這個本論的當中是兩個重點 那麼我們在關心的時候啊 第一個你要先偏重再斷惡 那麼我們無死傑來 所有的貪嗔痴的煩惱 他要活動 那麼一定要根據心中的妄想 所謂的心中的騙跡所執行 所以我們剛開始啊 這個空觀呢 他所破的是心中的明眼 一切越戰海皆由妄想身 所以剛開始啊 我們是先對置心中的妄想 那麼把這樣的一個心啊 先回歸到親近的本體上去 這個是修這個斷惡的法門 就是我們講騙跡本空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修依他如幻 就是天台中說的假觀 那麼前面的騙跡本空呢 是把心中的妄想消滅掉 那麼這個依他如幻呢 是把這個親近的心啊 重新的塑造 使它產生很多善良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透過布施 來塑造我們內心當中呢 歡喜施捨的功能 我們透過慈戒呢 來塑造內心當中一種防飛子惡的功能 我們透過忍辱來塑造一種安忍不動的功能 等等 所以說呢 我們在觀察騙跡本空的時候 我們對妄想是一種消滅的方式 但是我們在修假觀的時候 修善的時候 我們仰仗種種的波羅蜜的時候 我們是在培養一種善良的功能 就是在大聖子觀是有所破壞有所建設的 破壞的是心中的妄想 所謂的騙跡本空 那麼所建設的是內心當中 親近善良的功能 那麼因為我們在破壞當下有生起一種善法的修學 所以它的果報呢 是大破裂盤的莊嚴果報 所以說 基本上來說呢 這個大聖子觀 他是用這個 諸法的三觀 來觀察我們一念心性 那麼這個空甲中三觀的思想 當然就是 主要的是依止三字性而開顯出來的 騙跡本空因他如幻 所以我們在正式修大聖子觀之前 的確有需要把整個三字性的道理 做一個完全的認識 那麼這一科呢 是講到這個 所知相的第六科 四七經 四七經當中呢 第一科是解釋三字性教 那麼三字性教前面是一個顯說 這一科是講秘域 這個秘域什麼意思呢 秘域呢 就是一個 義理深妙而不亦了知的道理 義理特別深妙而不亦了知的 前面的顯教啊 他的思想是比較表層上的 字面上的了解 那麼這個秘密呢 就是在這個文字之後 在文字的內涵當中啊 特別深妙而不可了知的 也就是說前面的顯教啊 他對內心的描述啊 是一個對立性的 這個是善心 這個是惡心 善惡是不兩立的 是對立性的 但這個地方呢 他把善心跟惡心啊 其實是不惡的 他的一個思想 就是比較深妙的思想 把它開選出來 好 那麼這當中有三段 一 凡問經 二 阿彼達摩經 三 宜經 先看凡問經 看第一段 世尊一何密 於凡問經總說 如來不得生死 不得涅槃 那麼佛陀是根據什麼樣的道理呢 他在這個凡問經 凡問經就是 師義凡天所問經 那麼這當中呢 講到一句話說啊 佛陀的內心呢 是不得生死 也不得涅槃的 那麼這樣的思想 跟我們過去在顯教說的時候 是有差異的 我們在修詢的過程當中呢 佛陀的說明是說 我們的生命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雜染的生死 一個是親近的涅槃 那麼佛陀呢 以種種的方便 來鼓勵我們 越離生死 去向涅槃 但是在這個凡問經當中 卻說呢 佛陀內心當中 是不得生死 不得涅槃 那麼這樣子呢 是有什麼道理來 先說這句話的 提出這個問 看這個回答 以伊塔吉自信中 亦騙計所持自信 極緣誠實自信 生死涅槃 無差別意 那麼這個地方 還是有三自信的道理 三自信呢 我們前面也一代強調 三自信的一個基本點 就是伊塔吉 就是這個阿那意思 就是我們現前一念明瞭分別的心事 那麼這念心事當中呢 那麼 假設我們這念心 隨時於這個心中的妄想 產生一種相識影像 那麼就落入騙棄子 假設我們這念心 能夠升起我空法空的智慧 觀察騙棄本空 這個時候就落入遠程式 那麼就是依止我們的一個妄想跟觀照的差別啊 來說明生死涅槃是無差別 那麼這句話怎麼說呢 這一下解釋了 何以故 既 既此 以他其自信 由騙棄所執分成生死 由嚴懲時分成涅槃 那麼這個地方就開選顯示 其實生死涅槃啊 就是就著我們一念心安利的 不是說 離開我們明瞭的心性之外 有一個生死 有一個涅槃 而是說呢 當我們這念心隨時離妄想的時候 我們這念心就出現了 那個生死的果報 我們就會感到自己啊 一次一次的在三界召感生死 受到生死的痛苦 那麼當我們這念心能夠 升起這個我空法空的觀照 那麼我們這念心呢 就停止創造生死 而起而代之呢 出現極盡安樂的涅槃 也就是說呢 其實所謂的生死涅槃 都是依此一念心事而安利的 那麼 雖然依此一念心事安利 為什麼佛陀不得生死不得涅槃呢 這句話怎麼說呢 我們做一個解釋了 這個在修行的過程當中啊 我們內心當中 還是要依止這個心中的明言 就是明言當然是大正的教法 依教器官 也就是說當我們內心當中 升起妄想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透過 這個和其自信本質親近 那麼我們必須透過這樣的一個明言的引導 才能夠升起這個親近的觀照 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是需要明言的指導 來做一個調伏妄想的力量 但是當我們內心當中 真實的跟言誠實性相應的時候啊 那是不需要明言的 沒有明言 離言說相 離明知相 離心言相 就是那一念的清靜明瞭的心啊 直接跟真理接觸的時候啊 那是人所雙亡的 沒有人所可得 我們剛開始啊 我們剛開始啊 是以這個 以智慧來觀照真理 那麼這個智慧要觀照真理的時候呢 中間要有個橋樑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教法的明言 但正是你欺向真理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明言以道斷 心形觸滅 沒有這個明言可得 比如說這個 有一個禪師 他去參訪一個祖師 他讀楞言經的時候說 佛陀說我們內心這個 導妄想的心啊 有常住真心 就是不生不滅的 那麼他問祖師說啊 那麼這個常住真心是不生不滅 那麼當壞節到來的時候 火燒出殘 這個 水淹二殘 風吹三殘 那麼這個時候 大山災把整個世界破壞 那麼我們內心的常住真心還壞嗎 這個祖師說啊 你的常住真心啊 會破壞 那麼這個時候禪師說 佛陀說常住真心是不生不滅 你怎麼說破壞 祖師說啊 我說的常住真心會破壞 是指你心中的常住真心會破壞 不是佛陀說的常住真心會破壞 因為 我們的常住真心還是依止明言安逸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觀修何其自信本質清淨 這個時候它所出現一種清淨的力量跟昨天是不一樣 還是不斷地進步嗎 但是你真實跟清淨心接觸的時候 佛陀不得生死不得涅槃 那麼一切法不可得 所以修行當中啊 過程跟結果是不同的 你這個過程當中要對峙要練練觀照 那一定要一直明言 就是你內心當中要去向真理啊 要明言的引導 離開的明言 你沒辦法引導 但是聖人內心當中啊 他很自然的安住真理啊 是沒有所謂的明言可得 所以這個地方的一日這個秘密意說啊 當然這個意思就是說啊 佛陀的內心的確是安住涅槃 這個是不可否定的 從因言所生法來說 佛陀內心當中是常任我盡的 但是他內心當中沒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這個明言可得 那麼這個是講 言辰實訊啊 是離明言相的 當然我們在趨向言辰實的過程 我們必須安利很多的教法 來當做一個方便 說開方便門是真實相 但真實相顯現的時候 這個方便門是不可得的 那麼這個是講到這個三字性啊 這個言辰實訊的真實相啊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明言可得的 沒有說是我空法空的真如 這樣的明言是不可得的 那麼這段是講到這個佛陀內心的一個真實相 再看第二段 阿彼達摩經 這當中也是有問跟答 我們先看問的地方 阿彼達摩大乘經中 佛陀環說法有三種 一一雜軟分 而親近分 三比二分 一和蜜座如是說 那麼前面的一段呢 是講到佛陀那一念親近的心的真實相 那麼這一段以下呢 是講凡夫的心 凡夫的心是怎麼下貌呢 那麼在阿彼達摩大乘經當中呢 佛陀講到我們凡夫的心啊 有三種下貌 第一個是雜軟分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凡夫啊 一般人啊 都是內心當中跟環境接觸的時候啊 是跟著感覺走 就是把過去的一些妄想的習慣啊 這個時候啊 帶動很多的煩惱 你過去遇到這個環境會找什麼妄想 會生起什麼煩惱 就是照這個方式去流動 就是雜軟分 第二個是親近分 那麼我們內心當中呢 那麼 完全根據我空法空的智慧來消滅妄想 那麼根據理智來判斷 這是第二個親近分 第三個是比二分 就是有時候呢 是生起妄想 有時候生起觀照 這是同意 達然同意親近的 這就是凡夫的心啊 我們看那個回答的地方 好 好 那麼這一段等於是講到 有所得相應的一個雜軟的心思 有所得相應的一個雜軟的心思 但這個地方以後啊 它就開閒顯實了 其實我們的心啊 也可以出現親近分 所謂的通比二分 所謂的通比二分 就是啊 這個思想就根據很接近我們之前研究的大正起心論 就是凡夫的生滅心當中呢 有不生不滅的真辱的功德 就是說 我們前面在描述阿賴耶斯的時候 就是說明阿賴耶斯是生滅門 但這個地方就更正 其實阿賴耶斯是生滅與不生滅合合 為是阿賴耶 就是他在生滅的作用當中呢 他有隱藏一種不生滅的本性在裡面 好 那麼這一段就有點開拳顯實了 那這也是一個總標 這以下呢 把這個一個染靜的和和的心思啊 那麼以這個辟譽來做說明 我們看第三段 真欲顯欲 以此欲中以何欲顯 那麼這個是應該用什麼P來說明呢 我們看第四段 欲金土葬 以金土葬為欲顯示 譬如世間金土葬中 三法可得一地界二土三金 那麼 我們凡夫的內心呢 就像是金土葬 這個金就是黃金 這個土就是沙石 那麼這個以黃金跟沙石的合合體叫做葬 這個葬就是金礦 金礦的意思 我們可以以這個金礦啊 來比喻我們凡夫的內心的下貌 怎麼說呢 那這個世間的金土葬當中呢 事實上是有三個法可得 第一個呢是地界 這個地界就是這個金礦 就是這個染靜的合合體金礦 第二個呢是土 就是有很多的這個沙石 就是我們心中的妄想 騙其子 第三個是黃金 我們雖然打妄想 但是我們也可以生起種種的 子官的正念 黃金 就是沙石石 這個金礦當中有三個法可得 先擠出這個三個法的下貌 這以下說明這個這兩個法的 油跟無的情況 以地界中土費石油而獻可得 金是石油而不可得 火燒煉時土相不獻 那麼金相顯現 那麼在這個金礦當中呢 這個沙石啊 雖然我們剛開始看到金礦 都是看到沙石了 我們很少看到黃金 因為黃金是隱藏在裡面的 但是呢 事實上 沙石啊 是不存在的 雖然它不存在 但是呢 獻可得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去感覺到 去看到它的存在 但這個存在是一個希望性的 它不是真實存在 而黃金啊 雖然它表面上是不可得 但它事實上是一個真實性的存在 那麼這個不真實的存在 跟真實的存在是怎麼安利的呢 等一下說明了 火燒煉時土相不獻 金相顯現 就是從這個火燒的這樣的過程來判定 什麼是真 什麼是真 什麼是旺 比如說 我們把這個金礦啊 在高溫的火當中啊 一次又一次的掃煉 這個時候 它的沙土就會慢慢的脫落 那麼黃金的本質呢 一點也不會減少 沙石慢慢蒸化掉了 那這個黃金的數量呢 一點也不少的 就全部顯現出來 所以說呢 黃金它是經得起鍛鍊 而沙石是經不起高溫鍛鍊的 從這樣的角度啊 我們說黃金是真實有 而這個沙土啊 只是一個暫時存在的希望像 那麼這個地方我們再看第三段 4比2分 又是地界圖顯現時希望顯現 金顯現時真實顯現 事故地界4比2分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啦 那麼這個金礦呢 當這個沙石顯現的時候啊 它只是一個暫時的希望像 那麼當黃金出現的時候啊 那是真實永久的顯現 當這個黃金出現以後啊 它永久也不會回到沙石的情況 所以說這個金礦啊 是通於真實也通於希望 真旺的合合體 那麼這一段的文啊 我們做一個總結啦 我們在剛開始修學佛法的時候啊 我們所接觸的教法 比如說是八大人結經 或者遺教經 或者是身文稱的教法 我們看到佛陀對內心的描述啊 都是抱著一種否定的態度 心事罪言行為惡守 佛陀明確地告訴我們 甚入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所以 剛開始我們對我們的內心啊 是一種比較 排斥的否定的態度 因為他是幹不出什麼好事情的 他不是那麼起貪煩惱就起撐煩惱 但是慢慢的 當我們把這個出眾的煩惱調夫以後啊 佛陀講的話的口氣就有所改變了 佛陀說啊 其實我們內心當中也可以升起善良的功能 而升起善良的功能 就是你以前導妄想的那個心 就是 你以前用這個心導妄想 你也可以用這個心啊 來修習菩提心 修習六波羅蜜 而成修萬德莊嚴 那麼 這樣子就是一種 引導我們進入的大乘的不餓法 所謂的染進不餓 所以在維波絕經上說呢 說諸佛的卸托 當於眾生的心形中求 我們 好要諸佛的功德莊嚴 但是你不要忘了 諸佛的心能夠出現功德莊嚴 他的那個心 跟他當初在做凡夫的時候 打妄想的心是沒有差別的 還是那個心 就是說啊 我們只要扭轉他的功能就好 不必要去放棄他 消滅他 那麼這個地方 這一下佛陀開始開閒了 從前面的全盤的否定 那麼我們這個時候 對內心的世界 開始抱持的 有所否定 有所肯定的重道思想 所以這個叫秘密意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修行 我們看 魁山的合法 合法 合法 合法當中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是希望顯現 那麼當我們沒有遇到佛法的時候 我們內心當中是搞不清楚東西南北 內心當中跟著感覺走 所以我們沒辦法升起我空法空的智慧 所以我們內心當中 都是希望像 不管你造善也好造惡也好 你都是根據你的妄想執著去造作種種的毅力 所以這個生命都是希望顛倒 以我之法之來造的業都是顛倒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內心當中也有善良的功能 但是這個時候呢 沒辦法顯現 沒有顯現出來 但是不表示沒有 是沒有顯現 暫時不顯現 這是第一段 這是我們凡夫的一個相貌 第二段看真實顯現 此事若為無分別置火之所燒食 以此適中所有真實原誠實自信顯現 所有希望遍地所自信不顯現 那麼 當我們在生死流轉當中吃到的苦了以後 我們開始 刺激我們開始 立志 要消滅生死的痛苦 開始修學佛法 那麼依止佛法的教授內心當中 來觀察 何其自信本質清淨 你這個妄想是希望的 那麼你這個時候的 我空法空的智慧啊 就不斷地去燒念你心中的妄想 這個時候呢 慢慢地 你內心那種 與真實心相應的正念 就慢慢慢慢地現現 對於佛法身的皈依 那個內心當中啊 念佛 念法 念生的那個真實心啊 慢慢地 慢慢地升起 而啟而代之的 你發覺你心中的妄想啊 也慢慢慢慢地消失掉了 就是說你以前的 所以我們出家以後會有一種 有時候會想一想 出家的你跟現在的你有什麼 出家之前那個以前打妄想的你 跟現在的你有什麼差別 所以這個就是值得我們去參就的 我們看結合比二分 事故指希望分別是一他體制性 有比二分 如金土障中所有地卷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啦 我們凡夫的希望分別心啊 這個一他體制性啊 事實上是有雜染的功能 也有清淨的功能 這兩種功能在內心當中都記住的 正如我們這個金礦一樣 它有砂石也有黃金的本質在裡面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當然這個染靜不惡的思想 正忘和和的思想 在大正經典講的也不多 不過我們讀華華經 這個思想就很清楚了 華華經被智德大師 列為整個佛陀這個說法的一個總結 就是佛陀到晚年的時候 把一生的教法做一個總結 所謂開圈選時會閃歸一 那麼這當中有一段經文呢 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就是這個長者富財 這個長者富財是說啊 佛陀是講出一個譬如說 有一個大富長者 他很多的珍寶 那麼他只生了一個獨生子 那不幸的是這個獨生子啊 後來因為啊 一時的顛倒就離他出走 就再也找不到這個小孩子 那麼這個獨生子離開的父親以後啊 他的生活就非常的貧困 就等於做乞丐啊 有時候有飯吃 有時候沒有飯吃啊 就是他能不能吃飯啊 他自己做不了主 就是生死凡夫啊 有時候到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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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做不了主 業力做主 那麼慢慢的 這個小孩子他從乞丐當中啊 慢慢慢慢也適應了乞丐的生活 他覺得 誒 我本來就是一個乞丐 這個我在生死中 流轉是很正常 他已經啊 習慣於卑劣的種性 那麼這個乞丐有一天呢 他脫脖的時候啊 就來到了 剛好來到他以前父親的家 就是大富長者的家裡面 他一看 哎呀 這個家宅這麼的豪貴啊 他就起好奇心啊 就從這個窗戶的外面啊 去偷看裡面是什麼相貌 就看到大富長者坐在中間 旁邊很多的建築 裡面很多的珍寶 他非常的羨慕 那麼他在看的時候 突然間 也被大富長者看到 誒 這個人就是我幾年前 流失的獨生子 他趕快叫旁邊的仆人啊 去把他追回來 要把珍寶交給他 但是這個小孩子啊 他因為長時間做乞丐啊 他對自己的心啊 已經沒有信心了 他趕快啊 趕快跑 他說啊 我不是在偷東西的 我只是路過而已啊 我沒有偷東西的意思 那麼這個仆人說啊 我們不是說你是小偷啊 就一直追 追到最後啊 這個小孩子因為太緊張啊 就分倒過去了 分倒過去啊 這個大富長者一直想啊 這個小孩子啊 小時候就去顛倒了 離開我這麼久了 我現在要跟他講說 他是我的兒子啊 他要繼承我的財產啊 他恐怕沒辦法接受 心性悖劣 怎麼辦呢 誒 要事實方便 慢慢來 這件事情急不得 那麼這個時候呢 他說好 讓他自己離開吧 離開以後啊 佛陀就在他的劍鼠當中啊 派一個啊 長得最悲賤醜陋的劍鼠啊 化妝成乞丐啊 去跟這個小兒子做朋友 誒 咱們都是乞丐同行 那麼就跟這個乞丐啊 就生活在一起 那彼此間就有感情啊 這個人就說 我們不要老是做乞丐 這樣不是個辦法 就說不做乞丐難道還有選擇嗎 他說 某一個家裡面啊 他要招聘員工 我們可以去那個地方應徵 好歹啊 讓生活過得安定一點 那麼後來就到大副黨者的地方應徵啊 後來就被錄取了 剛開始啊 就是除糞 就掃廁所 這個除糞就是說 就是修試念處啦 對自心中粗重的煩惱 那麼廁所 因為他很認真在掃啊 大副黨者覺得不錯啊 就給他升官到戶頭 這個時候啊 他看到很多珍寶啊 喜歡喜 但他想想說 這個珍寶我不可能得到 我一生在怎麼努力 我只是欣賞欣賞 我不可能擁有 做褲頭 那麼到第三段啊 這個大副黨者 他把他升官到當家師父 所有家裡面的事情啊 完全由他一手操辦 但是他還是認為這個錢 這個只是他 他只是把他經營而已 這個跟他沒有關係 到最後 大副長者覺得因緣成熟啊 就在所有的親戚面前宣佈 這個人 這個年輕人 就是我的獨神子 這個時候啊 所有的阿羅漢聽了以後 非常感動 那麼開始啊 說啊 從今以後知道 真是佛子 從佛 從佛口聲 從法化身 得佛少分 心生大歡喜 自知當作佛 那麼這段的意思是說啊 因為我們這個明瞭的心事啊 長時間在煩惱跟醉業的因緣當中活動啊 就養成一個等流習慣 當我們剛開始去修學界定會的時候啊 我們感到不習慣 總是覺得 欸我這個心啊 好像不適合界定會 因為我一修界定會的時候啊 煩惱就排斥我 就會打妄想 就會感到有壓力 就是說我們對這個大聲的信心啊 就動搖 我是不是 我們神父 生死神父 是不是不適合修界定會 不適合成就這麼多的波羅蜜 好像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也就是說啊 這段經文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念心啊 修習界定會修波羅蜜 是正常的 我們這念心來打妄想是不正常的 就是說 你本來是大父長者的兒子嘛 你做乞丐是不正常的 就是說 我們本來 按照道理啊 我們這個心 當初的設計啊 11.20來修界定會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它這個冷氣機啊 它本來是設計可以吹涼風的 但是我們因為操作不當 結果吹出熱風出來 然後我們以為說 這個本來就是設計吹熱風 其實不對啊 因為我們沒有遵守它的操作手續 它正常的設計是要吹涼風 那麼我們的心意不如是 其實我們明了的心心呢 修習界定會是正常的 打妄想是不正常的 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人 都有可能成就聖道 因為啊 真是能夠破除妄 而不是妄能夠破除正 就像你那個金礦 你用火去燒的時候啊 那莎石是脫落 蒸化掉 而黃金保留下來 所以 只要我們 我們不放棄努力 我們只要 剛開始啊 那個錯誤的習慣啊 慢慢的讓它 不能念要它念 不能鑽要它鑽 剛開始帶一點勉強 但是你習慣以後啊 這個時候你那個正念的操作啊 妄想就能夠脫落 因為妄想是不正常 那麼這個地方等於是 說明啊 我們內心當中有真心跟妄心 這兩個念頭 有正念跟妄念 而正念是真實的 妄念是希望 真能破妄 那麼這段等於是 把我們凡夫的內心啊 那麼做一個比較中道的描述 看第三段的儀經 那麼儀經就是其他的經典 有長寒跟祭宋 長寒當中有四段 一引經問二標逸答三列一切 四死因隨事 有四小段 先提出一個問 四寸有處說一切法常 有處說一切法無常 有處說一切法非常非無常 一何秘義做如此說 那麼佛陀呢 有時候說我們這念心是常 是不生不滅的 是常駐真心的 但是有時候對內心的世界說 我們這念心是生命變化的 你不要當真 你昨天這樣子想 今天的想法又改變了 是生命心的 但是有時候又說 這念心 它同時也是常 而且同時也是無常 既是常又是無常 那麼這當中有什麼生妙的道理呢 而做這樣的演說呢 我們看回答的地方 為欲依他體制性 由言成時分是常 由騙計所值分是無常 由比惡分是非常非無常 以此秘義做如是說 就是我們內念心是 但是啊 那麼 當我們修我空觀法空觀的時候啊 我們內心就是 趨向於這個正常 不惡的道理 當然這個常啊 簡單的說就是這種平等性 我們傳說的有所得的心啊 向外攀影的心啊 它是變化的 但是這個我空法空相應的心啊 它是沒有變化性 因為它是平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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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